军购案一直是台湾的贪官污吏 在恋财 在贪污的一个很有效的利器 军购的节余款到目前为止都是放在美国 而且金额已经高达2000亿台币以上 这么庞大的军购的节余款 为什么摆在美国呢 其实不外是两个理由 一个 作为美国涉及相关决策高官 以及军中人士的小金库 第二个 作为台湾的台独分子 或者像蔡英文等人 将来要逃亡的时候 在海外享受的筹码 所以军购节余款是不能动的 谁都知道超过2000亿台币 但是不能动 可是不知道这一次 台湾的审计部哪根筋不对了 竟然把这个东西给掀出来了 还把相关做财务决策的军中的官员 都给他们处分 还记得大过 所以才闹出了这条新闻 其实军购节余款 这个问题早就存在许久 一直都没有有效的处理 而谁都知道 中间所隐藏的肮脏的猫腻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当新闻出现审计部调查 核实了这个结果的时候 台湾的军中只好站出来否认 而台湾军中也把这一个 捷余款放在美国 把责任推到了美方 其实军购的捷余款 台湾有一部分的 相当大的主导权的 军购的捷余款 两千多亿台币 这是台湾人民的名指名高 你为什么不让台湾人民所用呢 何况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军购捷余款 因为台湾跟美国买的武器 基本上都是超出了应有的价格 打个比方来说 台湾像诺克基德马丁公司 买的F16V的战机 一架以罗机来说 它的金额就是1.5架F35的战机 F35的战机 绝对要比F16V的战机 要高明许多 而现在竟然 台湾买一个F16V的罗机 它要耗费的预算 竟然是F35战机的1.5倍 你认为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每一项的军事采购的弊案 中间的猫力都很多 中间的油水都很多 中间都涉及到 严重的贪腐的行为 所谓的军购的结余款 也只不过是军购案产生的 贪腐贸力里面的一部分而已 中间的军事采购案产生的